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时间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ETCM Confirm 了将在年尾发布这辆 Nissan Kicks e-Power 这款很时尚还有很先进动力很好的 Crossover SUV 呢 早已经在世界各地有着很良好的口碑啦 尤其是它在环保还有它的性能表现方面真的是做到很好 Nissan Kicks e-Power 用着 Nissan 引以为傲的 e-Power 技术 这套系统与传统的 Hybrid 不一样 它的 Engine 是用来给 Battery 充电的 然后呢 这辆车是靠 Battery 来驱动的 最特别的是啊 虽然它好像 EV 车这样子 可是它又不用充电啦 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啊 你们全部做 EV 车 做 Hybrid 车的呢 用 Battery 给车更多动力啦这些那些是不是 Nissan 直接跟你来个反转 用 Engine 来给 Battery 充电 门嘞谁美 这辆 Nissan Kicks e-Power 配备了一粒 1.2L 3-cylinder 的 Engine 啊 用途就是给 Battery 充电罢了 所以这个叫 Generator 还是叫 Engine 呢 然后呢 它用 Battery 来驱动它的前轮啊 最大功力 95kW 就是大概 129hp 这样啦 日常驾驶是绰绰有余的 听讲也是很省油一下 每百公里油耗 4.6L 左右罢了 以一辆 SUV 来讲啦 是很够力了的 除了动力系统以外啊 Nissan Kicks e-Power 也用了 Nissan 家族的设计 V-Motion 的前眼设计 动感的车身线条 还有个性化的 Two-Tone 车顶选择 整辆车就比较有个性化了啦 内饰方面呢 Nissan Kicks e-Power 一样给你大屏幕 LCD 的仪表盘 再给你 Nissan 最新的 Pro Pilot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啊 给你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ETCM 在马来西亚市场一直以来啦 都是表现稳如泰山的 然后这辆 Nissan Kicks e-Power 进来了过后啦 进一步的展现了它在环保车领域的战略布局啊 现在的消费者对环保车型需求越来越多啦 Kicks e-Power 你们觉得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第二则新闻啊 这辆 Giri Starray 在海外市场上市了 这辆是吉利博越 L 的国际版本啦 用着一粒 2.0L 的 TT Engine 作为一辆吉利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车型啊 Starray 不仅保留了博越 L 的核心亮点 还对国际市场进行了优化还有调整 Starray 延续了博越 L 的动感流畅的设计语言 外观上依然以硬朗的线条 还有现代感的造型为主 同时它也保持了博越 L 在尺寸上的优势 带来了很大的内部空间 这样的尺寸让 Giri Starray 在 SUV 市场中很竞争一下 特别是在跑远途的时候 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就有点大 2777mm 的 Long View Base Design 这辆车可以讲是又大又稳定 除了车很大很宽以外 Starray 的外观设计也是很未来感的 前点采用了 Giri 的家族化 Salon 给你更厉害的 LED 大灯 车尾设计也是一样很帅 帅的车都是要用贯穿式的车尾灯 再加上双边双处的这个 exhaust 看起来就更加的运动化了啦 动力方面 Starray 被毙了一粒很颈的 这个 2.0L Turbo Direct Injection 的 Engine 这粒 Turbo Engine 最大马力 218 HP 最大扭力 315 Nm 0 摆只不过是 7.9 秒而已啦 这粒 Engine 在各车或者 pickup 的时候表现突出 有 Turbo 就是不一样啊 然后这辆车给你 X-speed 的 Auto 我喜欢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 CVT 的 在底盘调教的部分啊 Starray 的前面是 McPherson Strut 后面是 Multi Link 这种设计一般上都是很平稳很舒适啦 高速 South Corner 又稳定 然后 Body Roll 又少 听起来就是很厉害是不是 作为一款全球化的车型啊 Jiris Starray 也是有很给力的科技 还有安全系统的 它给你 Level 2 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啦 就是那些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Land Keep Axis 啊 AEB 等等 车呢也是大屏幕 12.3 英寸的这个中控显示屏 也是一样有 Wireless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一个字方便 那 Starray 作为吉利博越 L 的国际版本啊 无论在外观设计 车身尺寸 Engine 还有它的智能配备上面啊 都很有诚意 车内空间又够大 车型设计又够帅 命中注定即将成为国际市场上 备受瞩目的 SUV 之一 可能这辆车回来马来西亚过后啦 会叫 Proton X80 啊 我猜罢了啦 第三则新闻 2025 年 Proton X70 终于舍得给你这个 Apple CarPlay 了啦 苦等了那么多年 2025 年终于不用害 Proton 了 你们可以害 Siri 了啦 然后对于那些已经买了 2024 款的 X70 车主来说呢 可以 Update 你们的系统了 然后又有借口 顺便 Upgrade 去 iPhone 16 了啦 身为 Apple CarPlay 忠实用户的我啊 每天在城市驾驶中呢 可以听听手机里面的歌 可以直接叫 Siri 帮你打电话 也可以看 Waze 跑 Highway 的时候可以看 Speed Trap 又可以看前面会不会转角遇到爱 这些都是我个人使用 Apple CarPlay 的心得啦 所以 X70 有这个 Update 我也是替你们开心一下的 可是这个 2025 X70 的 Apple CarPlay 的 Update 呢 将分阶段逐步的推送给车主们 也就是说啊 并不是所有 2025 款的 X70 车主呢 会在同一时间获得更新 而是会根据不同的批词推出 车主们可以慢慢等你的车载系统的通知 来确认你是否会获得这个更新 然后车主们也要确保你的车辆的软件版本啊 保持是最新的啦 那这次加入 Apple CarPlay 的更新呢 那些曾经因为 X70 没有 CarPlay 而没有买到这辆 X70 的兄弟们啊 可以考虑一下这辆车了啦 至于 X90 还有 X70 听说可能也会有这个更新 但是 X50 的车主就比较可怜啦 就完全不有这个更新了 听到这里呢 我觉得 Android 用户也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 Proton 已经跟 Android 谈这个更新了 可能此点会推出这个 Android Auto 的这个更新给你们 所以你们再期待一下啦 第四则新闻啦 GWM Hava H6 HEV 呢正式发布了 Engine warranty 给你 100 万 km 售价 139,800 令吉 马来西亚市场是很少这种 Hybrid 的 C Segment SUV 的 所以这款车还是很有竞争力一下啦 作为原厂首款的 CKD 新城呢 可以讲是诚意十足啦 H6 HEV 等等 内饰配备又是一个 12.3 英寸的大屏幕啦 它给你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不像 Proton 样子 给你 Apple CarPlay 给一半这样啦 然后它再配备全夜景仪表盘 很多车辆的这个信息呢 都显示在 Screen 里面 在舒适性方面啊 Hava H6 HEV 提供了多尊的这个 Aircon 全景天窗还有电动座椅 座椅给你优质的这个材料包裹 配备加热功能啊感觉上就很舒服啦 这辆 Hava 最新的 Level 2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啊 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Land Departure Warning Land Keep Assist 以及交通标志系别等功能啊 更智能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H6 HEV 的乘坐空间也是很大 后备箱空间呢大约为 600 个 Liter 后排座椅可以 40 60 比例放倒 再东西就是一流 然后这款车的设计结合了 现代 SUV 的时尚感还有 Aerodynamic 的优势 前脸设计也是用了大沙隆 很 LED 的 LED 头灯组 再给你 18 英寸的 rims 又是那些看起来很 Sporty 那些啦 H6 HEV 的 Hybrid 系统呢是它的亮点 它用了一粒 1.5 升的这个 Turbo 4 Cylinder Engine 再加那些 Battery 呢同时发工给你 243 PS 530 Nm Take up 真的是够力快 也很省油 你们最喜欢的咯 电池容量 1.8kWh 支持纯电动短途行驶 可是官方就没有讲纯电可以跑多少 km 啦 这款车的百公里综合油耗呢是 5.2L 在同级别的 SUV 中遥遥领衔 H6 HEV 这样的配置这样的造型啊 可以讲是 SUV 市场中的一匹黑马 这款车注定将在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呢 有着很好的成绩 所以买 HAVA HU HEV 的优先订购者呢 会拿到的是 1000 令吉的订金呢 会获得 3000 令吉的回扣 10 年或者 100 万公里的 Engine warranty 8 年或者 100 万公里的 Hybrid warranty 包括它的牙箱呢 高压电池 还有它的电缆 还有这个变速箱的这个电子控制单元 最后一车行完 Toyota Land Cruiser 的 弟弟 Land Hopper 呢 规格曝光了 轴距比 Toyota Corolla Cross 更小 2025 年会正式登陆这个市场 最近有很多这个 Toyota Land Hopper 的消息浮出水面 作为山秀赛啊 这款代号为 500D 的车型呢 不仅定位是一款越野性能强劲的 SUV 还会在明年正式亮相 Land Hopper 的轴距预计只有 2580mm 比现在的 Corolla Cross 呢 短了 170mm 这并不带着车的空间或者舒适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啦 相反呢 Toyota 计划将打造成一款小巧玲珑的 SUV 提升它越野时的通过性还有操控性 这样短的这个轴距设计呢 搭配更宽的这个车体还有够力的这个四驱系统啊 以后上山下海的不只是只有 Land Cruiser 罢了啦 那够力的来了啊 Land Hopper 会和 Toyota Hilux Tramp share 同一个 Chassis 的 Platform 就是讲啊 Land Hopper 的越野能力呢 也不是省油的人 根据传闻啊 Hilux Tramp 可能会推出一个超级短轴距的版本 Super Short View Base 轴距为 2580mm 比标准的这个短轴距车型呢 2750mm的车型呢 还要短一个 170mm 哦 进一步提升了这款车型在狭载地形中呢 它的这个灵活性还有它的越野功能 根据已经曝光的信息啊 Land Hopper 可能会用那里 Toyota 标志性的 2.8L 低色 Turbo 的 Engine 这里 Engine 在性能还有燃油经济性方面呢 一直以来谁都不知道 Hilux 就是很够力嘛 有路的地方就有 Hilux 不用质疑这里 Engine 的啦 虽然 Land Hopper 目前还没有正式亮相啦 但是相信这个短轴距 强越野的特性呢 一定会吸引很多那些注重驾驶体验 还有越野性能的消费者 尤其是全球 SUV 市场激烈竞争的这个情况下呢 Toyota 这次真的是出绝招了啦 2025 年的这辆 Land Hopper 将正式和大家见面 我们拭目以待啦 这辆 Land Cruiser 弟弟是否真的是小弟弟 还是最新的这个越野大佬吧 OK 以上就是本期 360 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 Follow 我和 Automagic 的 IG, TikTok 小红书 我是 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